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那么汤钱 有人就不明白了 明明这篇是汤钱监督的呀 最大的卖点就是汤钱证明 这篇不汤钱不就货不对吧 但是大家也要承认 这篇虽然不那么汤钱证明 但是还是很好看的 在全世界角度来说 这部片的人气都不错 现在科学猴3S撒鲁 最大的问题就是 故意依赖汤钱个人的才能和发挥 汤钱兼任监督和动画公司的社长 大事小事 对内对外都得做 这是极不健康的 亲人的培养可以说是科学猴 最该关心的问题 别对影响原出手 就是脱离汤钱个人依赖的第一场仗 分镜演出座间 启用大量新人 两位副监督 山代分我 本乔莫里 业界经历也非常浅 本乔莫里是第一话的分镜和演出 他进入动画行业才三四年 参与过的分镜仅仅只有超级小白 山代分我是第四话的分镜演出 18年的时候 还在做恶魔人Crybaby的制作进行 之后做洛伦与你 共产海浪之上的演出辅佐 然后就直接上副监督了 我相信没有多少公司 敢给业界经验两三年的年轻人 副监督那么高的职位 一般来说 都是单级分镜演出 做了两三部在做副监督 虽然说年轻经验少 但是他们实际上负责的 技术质量都很高 这些信任的独当一面 对于科学猴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 可能他们并没有汤钱那么充满个性 但是现在他们能分担汤钱对内的工作量 而且其实别对音响原出手的亮眼部分 大多数还是归功于汤钱 在前级上的控制 汤钱一方面的工作是统筹剧本 系列构成的工作 虽然脚本是幕府熊一郎 但是实际脚本成品 我相信都是经过汤钱的修改 其实最早开始谈这个企划的时候 制片人以为汤钱不知道原作 毕竟汤钱真的很忙 结果一问发现汤钱已经看过了 同时他也听到了网络上一些 希望他来做动画画监督的一些声音 所以他对原作是很了解的 在创作之初 汤钱定下的一个方程就是 让做动画的看到这部动画 也会产生 这种情况在动画业界的确经常存在的感受 实际上也做到了 之前我的视频已经提到了很多 天才制片人 金森很多发言对于业界人都是明言警句 比如说来不及就没有意义 钱到睡在桌子底下 说业界很多人都是这样睡的等等时间 然后三个主角分别代表了一个 天才监督 天才原画和天才制片人 也就是标题所说的 安逸秀民 松本献身 石川光九 分别就是指浅草水汽和金森 本来我还想把石川光九换成灵木允库的 但是想想石川手上并没有宫崎俊这样 能稳定做出大卖篇的天才 竟是一些比如压经手这样叫好不叫做的监督 想起来可能还是他比较厉害 所以换成了石川 金森特别擅长各类包括 人员时间预算的管理 以及谈判交涉 前绕擅长设计类工作 包括设计世界观 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武器道具 以及画面的构成本身 是天才动画监督和演出家 雪鸡是对于动画的动特别有追求 追求真实的动作和自然的运动 是天才动画原画师 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动画团队 最后几期还得到了天才音效师 百木鬼的助力 其实这类做动画的经历 只有做过动画的人才能写得生动 关于制作动画本身的动画 似乎也从来没有翻过车 基本上做一步好一步 有些动画捏它动画制作的结束 也往往做得非常好看 另外一方面 汤浅的处理是检查了所有的分镜 日常部分基本上都不修的 有些年轻人不擅长的动作部分 比如第一集的飞机飞行部分的分镜 是汤浅自己画的 另外某些对话场景 汤浅也比较讲究 有它的修正 比如这里把一间不同的双方 通过夸张的透视拉得很远 把双方的对峙感做出来 这种大光脚镜头就非常到汤浅生命 所以在某些地方还是能看出汤浅风格的 但是相对于以前动画 是少了不少汤浅要素 另外科学猴整个动画工作时 喜欢原作的也不少 但上原作本身风格适合科学猴工作时 它们的作品风格就不是做精致画面的 而是偏向于动的比较多 做到张术比较多的动画 比如说本期的地府示范员画子军 就属于动的不多 但是尽量不动的部分画精致 和科学猴的风格完全相反 印象研究是动的很多 但是角色并不抠 不是走美形风格的 这就和原作很搭 总之一方面 别对印象源出手的动画 的确是不优秀的作品 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科学猴 除了汤浅以外星的可能性 比如三代分我 本枪莫里 木下惠离等等新人 在积极分担汤浅的工作 而且的确做得不错 比如说第一集和第四集 别对印象源出手 说明就是科学猴的一个转折点 在未来可能打破科学猴 只有汤浅一个监督的情况 改变科学猴等于汤浅证明 这种普遍认知 而且汤浅最近几年 实在是太辛苦了 这对一个动画公司 和汤浅本人都是好事 这期视频就收到这里 希望大家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观看